像玉琳放牛班 玉婷應該 功課是好的嗎 我們很比較難相信 我承認我功課不好 妳其實也不用承認 我們就功課不好有什麼好承認的 沒有質疑 好 就是因為我以前 就是英文字母都看不懂 連文法都就是也都分不清楚 那時候國小就考26個字母的考試 我就考0分 來 那我們今天就聽聽看囉 要不要挑戰一下 挑戰一下 要不要挑戰一下 雪恥… 加油 A B C D E F G H I J K JK… L M O P Q R Z O R COR 真的假的啦 你少了X Y Z 沒有啦 Z O R是什麼意思 X Y Z沒有啊 沒有 不要做效果 反正最後一個字母就是Z 謝謝 謝謝…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到現在還是背不好 欸 妳有英文名字嗎 Tina 怎麼拼 T I N A OK 這也可以啦 這個就過了啦 OK OK 好 不要搖手太多 相對起來 我覺得英文簡單很多 我反而覺得注音符號很難 真的耶 真的 因為小時候我連最基礎的那種 B B B M F 我都會考試每次都考不及格 我光是被那個注音符號 小時候就被我媽追著打 因為還像那種什麼 Ong Ong 知識 有沒有捲舌啦 很難分 超難的 我也覺得 很難分辨 超難分辨的 我到現在都還沒辦法玩 整個背出來整個 B B到最後一個 所以你打中文 連第二個字都不想接啊 我真的有失誤 真的沒辦法背 怎麼那麼懶 真的 玉婷也會背B B B M F 我覺得我應該還可以成功 來 來一下… 我解釋一下 B B B M F 哥哥呢呢 哥哥呢 妳真的不要做下我啦 可以啊 好 重來一次 B B B M F 哥哥呢呢 哥哥呢 他要拚起來了 怎麼會這樣拚呢 好 算了 放棄 像這樣 我覺得他這樣也是樂天派的啦 他就是微笑面對人的嘛 熟悉放棄的真是放牛班 OK啊 鈴鐺會背嗎 再加入樂天女好了 來 俊明的話就是也是功課不好的 其實我要講的是功課不好 但我後期的話功課很好 比他們比起來 但我之前功課不好的程度是 我國小五年級班上有55個人 我有將近兩年的時間 全部都是全班倒數第55名 有一次的期末考人 就說欸 你有54名 我想說欸 我好像蠻厲害的 結果他是跟我講說 沒有 你還是最後一名 因為你前面的同學跟你同分 所以我還是55名 其實說實在 真的不要在意 過往的社會 可能在乎的是文憑嘛 在乎學歷這些 現今的社會說實在在乎的是 真的沒什麼 說不出來 不是啦 這邊也是從加拿大留學回來 這個是 這邊有劉鷹的 劉美的 還有這個在那邊 說實在 今天最後還不是淪落在這裡 淪落 淪落在這裡 真的是淪落 跟我們一起跟我們一起一起 他們有比較大的要命 對啊 騙到還吃兩個 還不是要吃我們口水 那趙哥意思就是說沒關係嘛 反正不需要因為學歷低 然後就覺得好像就比人家差 把自己那個 對不對 活住自己比較重要 活住自己比較重要 沒有 郝平你覺得呢 聽完趙哥這一番言論 我其實覺得蠻有道理的 是嗎 真的啊 是真的啊 可是我覺得 我身旁的人很多 以那種學歷比較高的 他腦中那個結構 邏輯是比較清晰 覺得那個氣質會看得出來 那像趙哥的話 他可能是江湖味比較重 要被關過的關係 九位啦 江湖味 九位 沒有 還亂講 打欸 趙哥冷靜 我沒有被關過 冷靜 趙哥沒被關過 他就是比較容易激怒 趙哥 你真的 你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你是真的沒有被關過對不對 什麼名證 廢話 我當然 現在何發這麼隨意喔 好 那問問大家 是不是大家跟趙哥一樣 就是說自己念書比較沒那麼在行 但是就是說就講說只有班 其實你們也不怎麼樣嘛 也不好啊 看人沒有嘛 看人沒有 怎麼樣 玉婷 我很生氣 妳生氣什麼 他們就是這樣子 囂張又驕傲 對 沒錯 就是只有班囂張又驕傲 對 妳要貼誰 貼誰 我要貼那個趙哥 蛤 蔡哥 妳是不是前半期沒有在錄你 妳是沒有在錄你 遊戲規則 怎麼會就這樣 連看人都不會 你 你現在怎麼在上課 你搞清楚 遊戲規則 好好笑 你跟趙哥是同一邊的 大姐 還要撞住你的嘴 你是豬隊友嗎 半小時 不要 不要 一瓶來鬧的耶 我們REGAL是白RE 這不是 原本是要貼誰 怎麼會是我 氣死 我真的 你選一位嗎 你先扛一個啦 扛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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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a啦 Tina選你啦 Tina也要不要這樣 看著你很難不把上課 我們就照這個走啦 因為她是看導賓獎這樣 對啊 我這邊會被遮住啦 妳覺得 妳覺得自由班會有這種情緒對不對 對 因為就是老師很常 就拿自由班來跟我們說教 她就說 好 你就是要跟趙哥多多學習 我就聽了覺得很煩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想說好 讀書贏不過別人對不對 我們運動就要拿第一名 那時候我就女子跑步 100公尺 那個槍聲一 我的用力 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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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三聲是不是 一聲 槍 槍 那個運動也幾歲 那個是在哪裡開槍的 施力介入 一聲一聲 槍 槍… 那幾個人倒下來 妳是最後跑到終點的一個 我反而是第一名喔 那時候還有一個學長 拿書跑送我說 哇 你真厲害 結果你知道嗎 那個自由生跑過來跟我說 跑步第一名沒什麼用啊 唉唷 太生氣了 文化劇社 這什麼奇怪節奏 我來講… 妳是內喜文化劇社是不是 但是我真的要講 以前都是看成績來 就是看你這個人品怎麼樣 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自由班 他就是讀書 可是沒有讀得好 所以他去 不是 我講錯了 對不起 沒事 不會 換妳了 妳在前面什麼 今天回稿 妳比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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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集是誰會本 妳是不是Tina的工作 今天回稿都不要領錢 他是自由生 然後呢 因為他以前就看我們沒有 他考上那個建宗的時候 可是因為他的爸爸媽媽 就是期待太高了 所以他建宗的其他同學呢 比他還更會讀書 對 每個都超會讀書 然後其中有一個就是 就是他因為受不了 然後每天發負面那個動態 然後 真的啊 到最後就 就是到最後就是 殺手人寰 就是 就是離開了 真的 真的啊 殺手人寰喔 壓力太大 真的 壓力太大是真的 壓力太大 因為自由班有時候壓力是很 沒有 他講說 自由生的心情你不懂 因為爸媽 爸媽給他們的壓力太大了 壓力太大 所以自由生有些時候 他那個求學的過程 也不見得比較快 他找不到紓壓的方式 比較輕鬆 他每天都是很嚴肅的那樣子 我們也是壓力很大 好 你壓力哪裡來 他一種講你是紓壓不一樣好不好 你那大寶劍 小寶劍在幹嘛 你小心 我很怕會波及到 我怕他揍你之後會波及到 好 那國賢哥來講一下好了 因為自由生我覺得他們就是 對自我壓力是非常高的 就是他覺得說我今天念書 我絕對不可以念書別人 我永遠都只有第一 第一永遠都只有屬於我 就是他跟一 他是畫上等號的 他沒有其他的數字 因為我曾經就遇過一個 那因為自由生他們通常會念書 但他們在人際關係上面的處理 跟朋友的應對進退是比較差的 因為我這輩子曾經就是有幸跟一個 他又會念書 他又會玩的一個人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因為我那時候好像知道 斷考還是模擬考的前一天晚上 因為像我們沒有在管那個 反正去上場之後能考多少 那就是看命 所以前一天考試前一天 我是可以去夜店玩的 那天他也去了 你學生就去夜店喔 對 我就說你也要去 我說明天考試你能拿第一嗎 他說怎麼樣 我不可以又會念書又會玩嗎 我說我不相信 絕對不可能 你這樣因為我們會去一定會喝 喝到隔天能不能早上能不能吃 我都不確定喔 對 但後來結果成績出來 太天才了吧 那就是屬於天才型選手 但是我跟你講 這輩子我只是遇到過這一個 然後有一次我就想說 怎麼可能每次都第一 我就不相信 後來有一次某個題目 我就嗆到 我說你這次一定第二或第三 因為那 就在考試之前 我一直不停的約他出去玩 看電影 你真的很壞 是什麼東西 你是不是想要看 你幹嘛要影響別人 我失敗的 女生長得滿快樂的喔 那女生長得還漂亮 是女生喔 是女生 那是男生 國賢哥 你要講自尊分 你要講自尊心超強這部分 不然瑞稿又擺瑞了 不然Paul哥 Paul哥沒有辦法Cue 真的啦 你要講脫衣分 對 離題了 離題了 你隨便亂講 不會這樣 可不可以照流程 結果是這樣 我剛剛很講完 自尊心很強 自尊心的講是怎樣 那個男生 那個女生 因為她自尊心就很強 後來結果我嗆她 嗆完之後結果她 大概之後她就再也不跟我講話 你嗆她 就是你不能夠嗆她 就是說我就是只能第一 我沒有第二或第三次的選擇